喂 一女儿 女儿 爸爸 我们现在这儿的情况有变化 郑敬波的二哥郑洪涛 他要代替郑敬波执行任务 什么 敬波也被他藏起来了 他还拉着我 帮他从监狱里逃出来 我不是嘱咐过你吗 你们现在在哪儿呢 我不知道 是他带我到农林区 找地方给你打电话报告的 他在吗 谁 那个洪涛 我要跟他说话 让你听电话 喂 岳父大人 我是郑洪涛啊 您放心 我正跟朱军在一块呢 到了端午节 我们两个一定回家 拜堂成亲 什么 和你成亲 行了 喂 洪涛 你看 东野的回帖上写得很清楚 明天上午十点 他准时来喝喜酒 他们回不来了 就剩咱们俩了 这事怎么办呢 我背你吧 不 我自己走 我背你吧 丈夫背老婆 这不是天经地义吗 我 来 下来 哎 你要慢一出点什么事 谁跟我结婚 谁跟我杀日本人啊 啊 放我下来 别乱动啊 这娘掉下来 把脸摔花了 我怎么娶你 放我下来吧 好吗 用手搂住我脖子 我 快点 不行 我得去找他们 哎呀 你上哪儿去啊 农历事务所 你以为他们会在那儿等你啊 哎呀 来来来来 哎呀 我已经让克阳去找他们了 咱们就在这儿等着吧 哎 我这个女儿啊 从小就爱感情用事 我真担心她呀 嗯 不是他们自己回来 就是老三领着你女儿 还有老四回来 嗯 嗯 日本人打上江 当时我和朱军都在上新雪 宋户会战一开 我们学校很多的老师都去了闲县 我作为一个年长的学生 留在学校做代课老师 领着这帮女学生 学习战地救护 这个叫孔罪学 孔罪学在这个地方 摁下去有一种麻麻的感觉 大家都可以试一下啊 老师 我没有麻麻的感觉 只是有点痒 这位同学 来 我帮你找一下 这个学位在这儿 感觉到了吗 你这样痒吗 不是这儿吗 我这儿没感觉 是这儿吗 好像是这儿 你吃这个没吃 朱军 老师 在这里 这儿吗 后来我报名 考入了军官训练团 突然应招 上了前线 临走前 我向朱军求婚 前两天啊 我的一个同学啊 举行了一个 新式的 西式婚礼 是吗 没有那个 结盖头啊 头面都没有 只是双方三鞠躬 这婚礼啊 就算完了 那多好 朱军 我的意思是 什么时候我们两个 也能举行一个 这样的西式婚礼 学长 我现在还不考虑这事 我明白了 你这是 在婉转地拒绝我 我拿着枪扣着 钢盔上了前线 可没想到 一直打败着 我自己也负了伤 只能回到武汉 武汉当时 已经沦陷了 我们家里 也出了事 为了帮助家里 我只能去 当了警察 穿着这身皮 我自己都 看不起自己 所以我就 更没有脸 去捡出军了 你看着挺瘦的 怎么这么沉 你放我下来 我能自己走 看着你走 我更着急 还不如我背你 别乱动啊 木头 站住 快跑啊 我追 这 站住 你往这边跑 我往这边跑啊 可是 段落节都是咱们陪下结婚 快跑吧 啊 快跑啊 快点 站住 站住 你跑 万一红桃是假地静波执行任务 实际上是借机桃玉 坏了 我真笨 啊 啊 啊 猫 你跑不掉 老三 有长进啊 这已经是你第四次抓我了 我越以三次你抓我三次 我加了十年刑 你升了三级 你心里边就这么恨我 一点兄弟情分都没有了 我毕竟是你亲二哥 二哥 于果你是祸害 于家你也是祸害 我们家为了你家破人亡 老太太被你气死 大嫂也死在你手里 为了捞你 我们是倾家荡产 现在 你又把老四的媳妇带走 你还想怎么祸害我们家 二哥 自己靠着吧 老三 这次我不能让你再抓住我了 我还有大事要办 不管你有多大的事 你这次都得跟我回去 红涛 来 朱涛姐 说什么 老二红涛和朱军怎么跳江了 爸 您别急 您先听我说 他们两个呢 被我们从江里捞出来了 现在我已经把红涛逮捕了 只是老四还没有找到 不知道红涛把他藏到哪了 他也不说 什么 朱军呢 现在是不能回去了 因为他有协助红涛越狱的嫌疑 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干 爸 事情呢 是这样的 老四跟朱军去探视他 他就借机先绑架老四 以老四的性命 来威胁朱军 协助他越狱 你一定要在段落节前 把朱军和老四带回来 爸 主要是 他们逃跑的时候 打死了几个警卫 这事情可就闹大了 而且这个红涛呢 死活不说把老四藏在哪了 所以啊 爸 那个老四跟朱军的婚礼的事 你就按做 诺木城打算吧 老三 我 正兄 正兄 你怎么了 我兄弟 心脏病又犯了 来来来 慢慢靠一下 来 靠一下 你们两个还愣着干什么 把他们全带走 是 凭什么 凭什么 我怀疑你们放走了红涛 你这是血口喷人 你有什么证据 说的红涛逃跑的经过就是证据 黑子 在 打电话叫兄弟们过来 把这全封烂尤其是帐门 我就不相信查不出证据来 是 你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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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慢点 走 走 我说你不要命了 这么高的地方都给你挖牙跳 不要命了 我什么以为来得及想 我看你跳下去了 我也就跟着跳下去了 找个地方 找个地方 先好快点 马上就要到端午节了 静波要是找不着你说怎么办呢 这取消婚礼也来不及了 好你个老二红涛啊 你竟敢 对你的兄弟媳妇图谋不轨 你这个畜生 你要是敢破坏我刺杀冬野的计划 我在那屋给你预备了一棵棺材 不是你老二红涛睡在里边 就是你爸我睡在里边 现在关键是要把静波找回来 你急也没有用 因为现在不是他一个人的事 关系到整个刺杀冬野的计划 郑兄啊 咱们做好思想准备吧 即便是静波回不来 这出戏也要演下去 因为现在 已经不能再收场了 诸位 我这个人跟我二哥呢 有一个本质上最大的区别就是 我二哥他做事不守规矩 而我是最简规矩 我一直 把我当做我们郑家的顶盾住 但是 即使我二哥做了牢 我们全家 所有的人都非常的偏心他 所以啊 这一次 我一定要抓住洪涛 我要把我四弟 还有他的女朋友朱军 带回到我爸爸的面前 这回 我也让我爸爸 好好地正眼看我一会儿 哼 而且洪涛那个混蛋 竟敢抢他们探长的女人 闭嘴 你们都是洪涛的 洪涛跑了 现在正在武汉城里 今天晚上 我把你们全都给放了 你们给我到武汉城里好好玩 一定要给我找到洪涛 最起码要发现他的线索 赏金呢 典狱长应该都跟你说了 大肖 有 你藏匿的那些巨额财产 是不是都让洪涛给敲诈了 是 只要你们帮我找到洪涛 我答应你 洪涛所有的财产 你们大部分 但是你们不要忘了 我是一个说话算话的人 如果你们找不到洪涛 那你们就有什么吃点什么 及时行乐 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林医长 到 把他们放了吧 是 走吧 你 到 你的腿 怎么了 折了 快好了 是洪涛挡的吧 是 怎么了 我的脚好像扭伤了 我看看 不用 我看看 疼吗 疼 疼吗 放心吧 没舌 如果舌了的话 你肯定疼得受不了了 就是扭了 过两天肯定会好的 你疼吗 那咱俩抱在一起 暖和暖和 要不然会冻得没命呢 干什么呀你 抱一会儿 暖和暖和 就算救我一命还不行啊 要不然咱们两个人 都会被冻死的 对 暖和点了吗 现在我们有了基辅之亲了 以后我还真就是你的人了 是不是 跟你相好的那些女人 都跟你这么说话 别说话 如果说话的话 刚攒那点热气 这圈都跑了 你还不快过来 扶我起来 我告诉你啊 我不干了 你说什么 你什么意思啊 我说我不干了 你不干了 我不跟你去厮杀东野了 听不懂啊 我不去了 我这人本身就怕死 我都快冻死了 我抱你待一会儿都不成啊 啊 再说了 刺杀东野这事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那是你牛鸡队的事啊 那是那个烈火先生的事啊 凭什么让我陪你去送死啊 郑红头 你就这么怕死吗 啊 对了 我就这么怕死 哎 我不怕死 我为什么在监狱里边当狱霸呀 啊 我就是怕有人把我弄死 所以我得当那个狱霸 明白吗 怕死 可是红头 这不是为我 你这是为国家在办事 死得其所你知道吗 少跟我说死得其所 其实 我也在想要不要让你陪我去死 我心里觉得很内疚 可我 不用不用啊 你不用内疚 也不用对不住我 现在我退出了 你现在不能退出 少废话 红头 现在事情你已经知道了 你要退出的话 我们怎么去杀东野啊 你们爱怎么杀东野怎么杀东野 跟我没关系 红头 这件事情是绝密 可是你现在已经知道了 你要是不干的话 我必须一枪打死你 你知道吗 你把我的枪戴上 用过吗 嗯 你想打死我 你应该不会吧 那 那你把正经波交出来啊 我都不干了 我能让我弟弟干吗 红头你知道吗 就算我放过你 可是 可是游击队也不会放过你的 你明白吗 谁不会放过 游击队也不会放过你的 瞧你那模样 手无腹肌之力 我就不明白了 你们游击队真是没人了 啊 咱们这个国家真没人了 没人救我 需要你这么一个女学生去救我 啊 哈哈 现在我总算知道了 哎 像你这样的人 为什么会在监狱里面待着 为什么呀 因为你这样的人 就是农包 就是废物 是吗 嘿嘿 这回啊 我可把那个姓郑的探长给骗惨了 我跟他说啊 说我当年贪污了一笔巨款 还没交代 被那个红头给敲诈去 他以为我怎么着出来 不得找红刀算账去 哎 这事你们知道 这哪有的事啊 老肖 那姓郑的找我谈了 我只要抓住红刀啊 给我提城 还说什么分城 脑子有病啊 这事 咱们怎么可能真心诚意的帮他去抓红刀 就是 把咱看成什么人了 既然出来了 那咱们就别回去 说实话 我银行里啊 还真有点钱 你们要是愿意呢 咱们跟着红刀 一块闯南洋怎么样 到那儿开个橡胶园子 凭咱哥几个 到那儿一定能打出一片天地来 啊 怎么样 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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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农包 那你就自己在这儿踏踏实歇会儿吧 我走了 好 你滚回你的监狱去吧 你这个胆小鬼 你这个农包 你有罪 我有罪 啊 一个怕死的人不愿意去送死 他有罪吗 他没罪 一个人逼一个怕死的人去送死 他有罪吗 有罪 当国家 需要一个人去慷慨赴死的时候 他因为怕死不去就是有罪 国家让我去送死 国家在哪儿呢 啊 国家 他让你跟我说 让我去杀东眼 啊 然后我娶你 在那块去送死 国家没跟我说呀 你 你回来 怎么回事 走 看看去 走走走 红桃 你别走 刚才是我不好 我说错了 你不是农包 我见过你的本事了 你可以救我们游击队 你救了我们游击队 就相当于救了你自己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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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啊 哎 你们几个怎么出来了 啊 我们刚刚听见有人开枪 啊 没事 管管的 走 咱们就让钱不说 走走走 走走 张宏涛 你今天要是走了 咱们谁也别吓活 大哥 这叫娘们疯了 还挺厉害 你甭管这没你们事 你们几个上前面等我去 那 那我们先走了 去吧 好 走走 走 就是 打啊 开枪 开枪啊 打啊 你要紧了 我给你 你想要什么 只要我有 我全部都给你 我要假夫妻变成真夫妻 你是说真的 是真的 好 我给 我给你 我就随便说说 我是认真的 红涛 我知道 我逼着一个怕死的人 和我一起去杀一个日本鬼子 我没有什么可以补偿给他的 我只有把自己给他 红涛被震撼了 其实他早已打定主意 替家里人自杀动眼 只不过他觉得朱军看不起他 让他的子孙心爆发了 所以他有意为难朱军 要教训教训他 可他没有想到 眼前的这个小姑娘 为了抗日救国 竟然不惜一切 此时的红涛 反而有些不知所措了 你什么时候要 现在吗 你过来 过来呀 你不是要现身吗 现身你点来找我 不是我去找你懂吗 过来 你能答应我一个要求吗 什么 为我办一个正式的婚礼 行 我找个地方 咱们拜天地 今天晚上就动房 明天 我陪你去杀动眼 好 走吧 走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 这位呢 是我太太 五月端午早上起来 十点之前 我们俩得回趟家 办一件事 在这之前呢 也就是今天晚上 我们找个地方原房 大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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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得先办件事情 办完这件事情 那就大吉大利了 对对对 兄弟 什么事 洗澡 三哥 我查过了 竹军小姐没回来吗 红涛有个习惯 他一从牢里出来 就要去洗个澡 去救会去 我已经在各大浴池里 布置了人 他已出现 就抓他 去准备吧 哦 好 好 看见了吗 九江泉玉池 啊 这个地方是我朋友开的 绝对是安全 今天晚上咱们就在这落脚 明天上午消心意解除 咱们就回家 十点钟之前应该到了 你就放心吧 问局我不该问的 你拉着我们给你赔不好 下那么大门钱 到底怎么回事 总该让我们知道一些吧 知道烈火吗 在大牢里听说过他 抗日英雄游击队长 那可是威震咱们武汉三镇的岳飞呀 对对对 对对对 火态 烈火的游击队员 端午节那天呢 我们呢 这是绝命 不能说 你让别人给你去卖命 总得告诉人家干什么吧 可是 可是什么呀 这是我说了算 知道什么是烈士吗 知道吗 不知道 烈士就是和日本人和汉奸去干 可以连命都不要的人 明天我就当这个烈士 他让我当的 他跟我说 跟我去当烈士吧 我什么都没有 我就把自己给了你行不行啊 我就答应了 可不是吗 成我太太了 你要去当烈士啊 对啊 我们俩一块 他也去当 你们要干什么呀 明天我们俩要去刺杀 在武汉的日本特务机关长 东野武汉 干嘛 干嘛 吓坏了 不至于吧 行了 明天呀 我不用你们去帮我刺杀日本 你们需要做的是把老三给我摆平 如果不把他给解决了 明天的事我办不了 行 既然出来了 就不想回炮台山了 这回不回炮台山啊 我们都暗生不了 我们家老三啊 追踪我们东夺西藏的 以后想吃顿安生饭 那是不可能的 估计撒泡尿啊 都怕后面有人盯着 这活带像个人啊 那就撞个鱼丝网铺 把老三引出来解决掉 干 大哥 我们跟着你啊 粥喝的有点多 向他模仿 马上回来啊 来接着吃 好 哎 哎 哎 麦大哥 我没有啊我 走 吃饱了吗 哎哎哎 快点 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慢点 哥哎 这小子给老三发信号 这呀哎 混蛋你敢告密 怎么回事啊 快撞 哥 老三和他手底下的警探 逼我打我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嗯 他知道咱们的机会 出了大鱼第一件事肯定是洗澡 老三跟我约好 只要你一进九江泉 我就给他发暗号 他马上召集手下来抓你 大科 我早就看见这小子不是擅长 让我收拾他 哎哎哎 坐下 嗯 嗯 哎arem 三哥还没来啊 哎 rell 你跟老三怎么说的 嗯 我要进了御尺以后 你怎么通知他 他让我到第十九号和第二十一号房间找他 是真的 绝对是真的 你给我老实点 哥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放他起来 哥呀 你可是我亲哥呀 我保证将功赎罪 我再也不敢了 哥 要不信我先去探探路 发现老三 立马收拾他 对对对 你给我老实点 老三现在肯定不在九江泉里边 他有这个人多疑 现在肯定在附近埋伏着 老三这给咱们挖坑呢 挖坑好啊 咱们拉着他一块儿往坑里跳 起来吧 进九江泉 走吧 太太 三哥 洪涛来了 朱军果然跟他在一起 三哥 要不要现在就去抓人 不要 跑台山那些犯人根本靠不住 如果他们跟洪涛联手的话 我们控制不了 还是等增援吧 等增援的人一来 再抓不吃 三哥 我就不明白了 你既然料到洪涛会来这儿 为什么没有提前在这里准备更多人手啊 因为之前我不敢确定 洪涛他会来九江泉 我要调那么多人手 怎么下上皇汇报 现在已经确定了 赶快通知弟兄们过来 我 去吧 是 老大 你分析得不错 没有 大哥 老三找不着 是 哥 二楼是大舞台 我仔细找过了 没有 哥 女部我都找了 没有 三楼我也上去了 人家是开旅馆的 找起来带费劲 反正都没有 放心吧 就算老三不在的话 也肯定派人守在这儿 把言如玉给我找来 让他在经理室等我 好嘞 好嘞 红涛太了解他的三弟 克阳是何等偏执的一个人 他知道 克阳为了把自己重新关回炮台山监狱 一定会设下天罗地网 为了能够顺利回家 替四弟静波执行刺杀冬野的任务 红涛决定先把克阳解决掉 他故意在九江泉玉池大造生事 就是要把自己当成诱儿 引克阳上钩 而此时的克阳心里很清楚 红涛必定早已有所防范 他倒真有兴趣 想看看红涛会使出什么招数 和自己一较高下 试完啦 嗯 走吧 去哪儿 去见颜柔玉 来 三千双 啊 不应一 是 来 哟 她来了 介绍一下啊 这儿的经理 啊 这个是我太太 看账呢 我就等着你来查账呢 是 这账我试得看看 哎 哎 哎 模样不错呀 原来你不喜欢我这风骚的 喜欢女学生呀 哎 什么时候想上她 认识不到两天 不到两天 嗯 红涛 红涛曾经说过 他要娶的人是我 这做事情总应该有个先来后道吧 你说是吧 你是这儿的老板 你是这儿的老板吧 这话你可说错了 我只是个看厂子的 红涛才是这儿的大老板 大股东 哎哎 杨蓉 话有点多啊 来 过来 今天晚上我要在这儿办两件事 第一件事要解决老三 你总算是还手了 第二件事 我要跟我太太在这儿办喜事 啊 哎 过来 喜事给我办热闹点 有多热闹就办多热闹 把这风传出去 把老三给引过来 告诉他我就在九江泉 正办喜事呢 啊 行 哎哎哎 哎 带我太太去收拾一下 今天晚上我们俩拜天地 入洞房 行 没问题 跟我来吧 再来 一二三 你又出了 行 行 行 啊 各位各位 大家都安静一下 先听我说 今天晚上呢 有一位洪涛先生 要在我们九江泉宇池 举行一场婚礼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赏光 一起来参加他的婚礼 我们大家伙儿 一起热闹热闹 怎么样啊 好 好了好了 大家先吃着喝着啊 三哥 洪涛和朱军那帮人都在里面呢 有多少人 有不少人 咱们从炮台山放出来那些眼线 都一直跟着洪涛呢 他们身上可都有家伙 洪涛和颜如玉见面了吗 见了 明白 我还查了柜台的登记本 发现 洪涛和朱军是以夫妻等与你登记的 并且今晚还在这儿成亲 朱军 那可是让你刻骨铭心的女人啊 三哥 就算朱军不是你的女人 那也是你家老司的人啊 该办喜事的不是洪涛 你家老爷子 还等着你把他带回家 明天给他们办喜事呢 三哥 别等志愿 我们都守 请不吝点赞 许致 敬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